接下来就做一些简单小练习 第一个 铁钥匙杜孽 这课本习题就最简单的啦 铁钥匙杜孽 铁钥匙放哪一集 富级很好 那孽放哪一集 正起 想过吗 被杜物放在 富级 你杜物放在 正起 那我现在要杜孽 我要含有哪一种金属离子的电镀液 涅离子 非常可以 大声一点没关系 涅离子 我要有涅离子 我要还有涅 我要有涅离子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的 讲过的话 拟度物放在正极 被度物放在负极 还有拟度物的金属离子的电镀液 所以呢 铁汤匙要放在 铁钥匙要放在负极 涅片要放在正极 然后电镀里面还有涅 正确的说要含有涅离子 要有涅离子 OK 好 下一题 联讨题 可是很简单 请问你谁是对的 可不可以用牵电池当电源 我要是不是用氢氧化那去秀 铜片要在哪一集 铁汤匙在哪一集 要用什么东西冲 答案是谁啊 这答案很很蠢 A嘛 因为A叫做直流电 其他的几项是要背的 我叫你背的事情 其他的几项是我要你背的事情 背你度物放在正 背度物放在负 所以铁汤匙要镀铜 铁汤匙放在负 铜放在正 选项C错误 我们说要砂纸除锈 氢氧化那去油污 所以选项B是错的 然后我们说呢 电镀里先用蒸馏水冲 再用丙铜冲 所以选项处也是错的 我们说电镀的时候要用直流电 我们的牵电池是直流电 所以可以用 所以答案就选A是对的 简单小事情 OK吗 OK 这题也是联考题 铁片要镀铜 谁的叙述是错的 谁的叙述是错的 B是错的 可以大声没有关系 B是错的 老师说你度物放在正 贝度物放在负 铁片镀铜铁片放在负级 铜片放在正级 所以选项A对 不选 他问我错的 不选 老师说要镀铜的时候 要含有铜离子的电镀液 然后正级要用铜片 要铜铁 然后整个过程一边掉铜一边长铜 所以呢 它的浓度不会改变 所以选项C是对的 不选 然后呢 电镀的时候 如果负级用的是铜片 就叫做什么 以铜为电极电解 硫酸铜 或者我说的电链 可以长出金铜 比较纯的铜 所以猪也对 不选 刚才已经讲过了 我要镀铜 叫还有铜离子 对不对 硫酸铜有铜离子 硫酸铁有吗 没有 所以可不可以有刘三星 不行 所以呢 选项B是错的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的是B 这就是我们的简单小练习 可以吗 有人有问题吗 没有 很好 请写课堂练习